在旧上海滩 有一个叫王亚乔的人 王金荣 杜月笙 张晓琳虽然号称上海三大亨 但是见到王亚乔 也得绕道走 惹不起 也不敢惹 王亚乔外号暗杀大王 那日看书看了戴笠书记 回来后查了资料 查了戴笠的资料 这一查还查到了另一传奇人物王亚乔 而这王亚乔不仅更具传奇 而且和戴笠有着生死恩怨 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王亚乔甚是了得 他不仅是神秘 不仅是传奇 他还是一个杀手 号称暗杀大王的杀手 他更是一个爱国人士 专杀恶人的民族英雄 那晚看完王亚乔的有关资料 竟一时难以入眠 躺在床上腥风血雨 浮想连篇 一幅幅的画面在脑海浮现 以至于我不得不说一下王亚乔 王亚乔身材瘦小 文质彬彬 一副眼睛 一套西装 你绝不会想到 那瘦弱的身体里 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王崇尚无政府主义 仇恨强权 真与达官贵人作对 保护弱小 要说王亚乔 还是先大概说一下王亚乔 王亚乔 王亚乔 1889到1936 自久光 抗日制式 民族英雄 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自幼读书 聪明过人 少年时期目睹官吏豪强 压榨人民 恨之入骨 梅宇青年治世谈论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慷慨悲歌 不屈不挠 邻里有人多散王亚乔 有古猎士疯 王亚乔追随过孙中山 响应孙中山革命主张 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政变 刺杀过蒋介石 同情共产党 差一点就投问共产党 参过政 甚至组织过军政府 宣布独立 从过军 应该说是为了助力北伐 组织过军队 引用一段有关资料 简单地论述一下他的经历 1911年 王亚乔响应孙中山革命主张 在合肥组织军政府 宣布独立 1913年出走上海 研究无政府主义 刻苦钻研 怎样打倒社会上的一切强权 1916年宣传桃圆护国运动 1918年作为南方代表 赴上海参加南北一合 1920年赴安静反对五人甘政 遭通缉 赛死亡命上海 1921年创建斧头帮 斗拜黄金荣 杜月生 替穷人称药 1923年11月10日 暗杀松户警察厅长徐国良 事发后 投奔卢永祥 在湖州征兵 与代理 胡宗南结为金兰兄弟 1926年任安徽赴宣卫视 宣传北八 1927年出席南京电都典礼大会 指责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 引起蒋介石不满 1928年8月18日 暗杀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 1930年7月24日 暗杀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号称暗杀大王 1931年6月14日 在庐山刺杀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卫城 同年7月23日在上海北战 将及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 1932年日口发动128事变进攻上海 王亚乔组织铁血除奸团刺杀汉奸日寇 同年4月29日 暗杀日本派遣军司令白传一则 1935年11月1日策划在南京刺杀汪精卫 同年12月25日 暗杀国民党外交次长唐友人 1936年10月20日 在即将投奔共产党之际 被带立暗杀于广西吴州 王亚乔行踪飘忽 神出鬼没 秉性倔强 饥饿如仇 屡屡出手不凡 他专门策划暗杀上层社会的达官要人 从安徽杀到上海 从上海杀到南京 从南京杀到南中国 正所谓血流武不汉天下 但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被王亚乔暗杀的人 或是千夫所指 鱼肉百姓的毒服民贼 或是包藏货心 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国贼 或是以权谋私 深吸百姓血汗的吸血鬼 或是闯入华夏国土 受杀抢掠的强盗 他们的死伤 是国家 人民 民族的大姓 人们拍手声快 王亚乔策划的民国惊天次案 1923年11月10日 松户警察厅长徐国良 在上海遇刺身亡 1928年8月18日 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 在南京梅西山庄被杀 1930年7月24日 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在招商局内 被刺客持伯朗宁手枪 连续命中 不治身亡 1931年6月14日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在庐山遭枪击 1931年7月23日 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 在上海北战狱子 布下终生阴影 死后一触急跳 1932年3月1日 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 在上海黄浦江被战 1932年4月29日 日本派遣军司令 白川一则大将 在上海虹口公园 被送上西天 1932年11月10日 国际调查团团长 李顿伯爵 在上海华茂饭店遇刺 1935年11月1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 在南京中央党部 身中三枪 其中一发子弹 最终导致汪精卫在九年后 毒发死于日本名古屋 1935年12月25日 国民党外交次长唐友仁 在互主持昧日谈判 从而惹下杀身大祸 上面大概地说了一些 王亚乔的传奇 他的传奇故事太多 一下也难以说清 今天就主要说三段小故事 斧头帮的来历 与戴笠金蓝结败 戴笠设计暗杀王亚乔 说说这斧头帮 1921年 王亚乔到安徽安静 痛恨安徽军阀都军张文生 贪污腐化 在安徽各地便是了一金关卡 不雪人民 阻止百姓反对军阀张文生专政 遭张文生追杀 王亚乔带着兄弟出奔上海 先是在码头做工 喜欢帮着码头工人出头 后王亚乔从于成阁手中 接管安徽旅客同乡会 号召晚级工人入会 一时间入会者络绎不绝 劳工总会人数达到十万之中 一次 一名晚级工人遭到大资本家 恶意拖欠工资 工人前往索要 反遭毒打 王亚乔得知此事后 怒不可遏 当即前往铁匠铺 打造了一百把斧头 率领一百名大汉 首提百把利府 冲进资本家的大院中 讨要说法 吓得资本家连连道歉 当即赔付工人工资 至此 斧头帮在上海声明确起 连青帮大横黄金融 都月升也要去让三分 而这斧头帮到了抗战时期 更进一步发展 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 有个一个现在几乎 让人遗忘的组织铁血除奸团 他们常以斧头 手枪 炸弹等武器 专门对付其他帮会 和欺压工人的负伤 杀日本人 杀汉奸 一时明镇上海 与戴笠结拜 1923年 南方国民党决定联络张作霖 段祺瑞共同出兵 讨伐曹 吴 曹坤 吴佩甫 王亚乔亲自到浙江 见婉系卢永祥 接下出兵 当由卢永祥凯允负责 但防后顾之忧 万一失败 恐无退路 要先击溃苏读旗械员 击溃苏读旗械员 必须先杀松祸警察厅厅长徐国良 徐国良是旗械员亲信 现拥有上海七千名警察在手 又监视准备攻这前敌总司令 王亚乔游这回户 即召集正义案 朱善元 沾孝伯 屋顶酒 和首顶 石敬生等十数人 探得徐国良经常在大世界对面温泉浴室洗澡 命各揣手枪到温泉浴室门口等候 于1923年11月10日下午 徐国良果然乘其自备汽车来温泉浴室洗澡 洗霸出门 正欲登车之际 游正义案 朱善元各执手枪向徐国良要害袭击 徐国良不治身死 王亚乔因刺杀徐国良的手 赴到浙江向卢永祥报道 卢永祥对王亚乔非常器重 不但应免出兵 还委任王亚乔为浙江纵队司令 黄湖州之地为王亚乔练兵 这就是说的王亚乔组建军队 王亚乔即在湖州当地招兵买马 这就有方政府 于亚农 戴笠 胡宗南 胡豹一 黄文迪等前来参军 王亚乔均受编给任队长之职 各方人才汇聚 壮大了队伍 石湖州八雀寺的司令部生气勃勃 期间 王亚乔与戴笠 胡宗南一起相投 情投意合 经胡豹一提议 王亚乔与胡豹一 戴笠 胡宗南四人结拜为金兰兄弟 这里的结拜王亚乔是长兄 老大 师父 金兰之交说的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结为兄弟姐妹 同心合意 生死与共 这里说的是生死与共 在利益面前什么都不是什么 至民国十三年秋 卢永祥使命令王亚乔 杨化昭 桑志平 陈乐山 卢小家 张宰阳 盘国刚等率军讨习 后曹 吴在北方得系 及命苏 晚 干 闽四省公正 张宰阳 潘国刚叛殿 尹孙传方大军深入浙境 王亚乔应示威 保护卢永祥向护航线退却 护军独守松江四十天 因寡不敌众 拾护卢永祥退至上海 后卢永祥北上依附张作霖 除黄文迪率部投降改编外 方正武 于亚农前往北方投靠冯玉祥 后方正武发起为完主席 于亚农为方正武之师长 戴笠 胡宗南分别前往报考黄浦军校 与王亚乔分道扬镳 后来戴笠得势 以蒋介石为师 与王亚乔形成对立 各走极端 王亚乔反蒋介石 戴笠保蒋介石 自此结败兄弟反目成仇 蒋介石与戴笠 戴笠刺杀王亚乔 王亚乔与戴笠反目为仇 王亚乔目睹蒋介石到行逆时 发动四一二大投杀 无数革命之士遭无辜杀害 不供佛作 三大政策一扫殆尽 北伐忠道而废 致为伤感 王亚乔反蒋自家 戴笠效忠奖 蒋介石多次利诱王亚乔 王亚乔不为所动 蒋介石恼羞成怒 严令戴笠 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王亚乔 否则就割下自己的脑袋 戴笠了解到王亚乔狭一脑 对他的下属照顾备治的优点 便将魔爪伸向他的部下 以绑票的方式 把王亚乔的部下于立奎 从香港抓到南京 关进监狱 于立奎是不叛变 戴笠派人找到于立奎的妻子于婉军 以重力手买 让他说自己经济困难 需要帮助 急切需要与王亚乔取得联系 请求王亚乔帮忙 1936年10月间 于婉军突然由香港来到乌州 对王亚乔说 在香港生活困难 要求来乌州居住 于婉军此时已为戴笠所收买 为重力诱惑而出卖了王亚乔 他到乌州后 激动军统特务正解明联系 10月20日 他说有事请王亚乔去他家商谈 当他要伸手开灯时 却感觉身边的空气都凝固了 这一样的感觉令他防备起来 纵身拨枪就打 但屋里早已埋伏了七八个军统特务 他们可都是杀手中的高高手 将早已准备好的石灰粉 从三面撒向王亚乔 他的眼睛瞬间被石灰粉蒙住了 眼泪直流 枪忍住痛 王亚乔迅速拨出双枪 就地一跃 朝着四周连续射击 立马四周枪升起下 他趴在地上继续射击直到子弹打完 虽然身中中枪 可他仍在黑暗中搏斗了几分钟才倒下 最后 王亚乔身中五枪 被刺三刀当场身亡 如果不是中了特务们的奸计 以王亚乔的神枪和非常了得的功夫 那几个特务未必是他的对手 特务们唯恐带老板不相信 还将残忍地把王亚乔的脸皮包起 在撤退途中 为了灭口 又将于婉军杀死 王亚乔死后 由其老友郑报真 击徒许志远 买官收敛 安葬于吴州泥庄 王亚乔代理正是利用王亚乔 侠肝义胆的优点 捕杀了天马行空 来去无宗的暗杀大王王亚乔 为蒋介石除去心头之患 一代民族英雄 没有倒在日寇的毒刀下 却惨遭蒋介石这个新军阀的毒手 实在令人恶腕 对王亚乔评价 王亚乔带着一帮弟兄 同拥兵百万 为之极尊的蒋介石周旋达十年之久 谋杀蒋介石 枪击宋子文 炸死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大将 刺杀王精卫崇尚以五不流血的暗杀手段除暴安良 救国救民 而他自己却也落得个被国民党特务代理暗杀的结果 这个人 你怎么评价他都可以 你可以说他是流氓 是杀手 是恶魔 也可以说是智识 是采取极端手段的爱国者 毛主席说了句公道话 他说王亚乔杀敌无罪 抗日有功 小节限检点 大事不糊涂 谁给中国制造悲剧 他就给谁制造悲剧 这个人的事迹值得写进历史 周恩来提到王亚乔遇难时 十分惋惜的对人说 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乔先生接了延安 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 做出多么大的贡献 李继生赠给王亚乔一副对联 事无陈设言辞则 刻有药理愿共有 表示要与王亚乔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知情人诚敬得明确指出 王亚乔的一生行动 具有非常浓厚的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陆林色彩 他所要对付的对象是社会正义的压迫者 原国民党军同少将神最曾说到 世人都怕魔鬼 但魔鬼怕王亚乔 讲届时一提这个人 假牙就发算 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 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 而汪精卫的内巴骨 硬是被王亚乔这三个字活活敲断 连上海滩超级恶霸黄金龙 杜月生一位流氓太斗遇上王亚乔 也得赶紧绕他走 在八十年代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中 王亚乔被定义为民族英雄 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单文图片来自网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